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是燃灯上古佛 燃灯古佛是谁 为何会排名第一呢 原来他就是如来的老师 也是他的上界领导 通俗的将 佛祖之位就是燃灯传给他的 佛要有横三是数三是之分 数三是中 燃灯是过去佛 如来是现在佛 弥勒佛是未来佛 燃灯为何是如来老师 他是如何发觉培 养如来的 据佛经典藏记载 燃灯古佛生时 一切身边如灯 顾名燃灯太子 做佛一名燃灯 据瑞英文《喜经》卷上所述 释迦牟尼过去世 曾是前程敬佛的善慧童子 当时他曾重金买下一只西汉的五金莲花 供养给燃灯佛 由于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花 五金莲花更是圣花中之真品 因此 这个供养使燃灯如来深为高兴 佛在欢乐之余 给这位佛子释迦的前身授记 预言他将在九十一节之后的此贤节时成活 授释迦牟尼伯 通俗家 就是燃灯古佛发现释迦牟尼这小伙子还不错 具有培养前途 就把他选为接班人 在九十一节之后 把佛教领导之位传给了他 在西游记中 他出现不几回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 初次出现 竟然是与太上老君一起讨论道法 原著是这样写的 第五回 孙悟空搅乱了盘桃会 偷吃了盘桃和仙酒 二麻二麻地走错了路 来到了太 上老君的炼丹房 进去一看 居然没人 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 在三层高阁朱灵丹台上讲道 众仙童 仙疆 仙官 仙吏都势力左右听讲 佛教和道教之间表面和谐 实际相互斗争 但作为佛教的老领导 却与道祖讲道 这让很多人想不通 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唐僧取道无字真经之后 他在藏经阁旁边的小办公室办公 听到了此事 叹息道 这老是和尚恐怕得白跑路了 于是叫白雄尊者前去揭穿真相 唐僧团队一看 果然十分愤怒 立刻回去换经 孙悟空还当面质问如来 要求言半传经的二尊者 如来却道 此事我已知之 空手传经 后人当恶死 然后举了一堆利 证明不给钱不传经的合理性 真是这样的吗 为何唐僧没给钱 最后还是传了经呢 这其实是然登古佛在干证了 如来只得虚从 只是找了一个理由 维护自己的面子 回头来看 然登古佛真是闲着没事 跑到太上老君处找他打麻将 显然不是的 而是与他沟通许经工程 很多读者吻过蜗牛 为何佛教东西明显是挖道教墙角 太上老君和天庭还给予支持 这难道是脑子进水了 显然不是的 而是然登古佛沟通的结果 然登的策略无分是 老君 咱哥俩共同发财 东土有你的一半 也可以有我们的一半 然后我们听从你的领导 他心理想的却是 等我们站稳了脚跟 那就不一定谁听谁的了 而太上老君则说 欧可欧可没问题了 心理想的却是 想骗我 没门 我成绩可弄几个卧底进去 最后你们封的官 其实都是我们的人 哈哈哈哈 所以如来取经队伍吸收了孙悟空 八戒和沙僧 但这些都是天上以各种理由弄下来的最臣 太上老君表面上对取经功成很支持 暗地里却各种失败 清流经收保护费 就是明显的历史 在斗争这样尖锐的情况下 如来还想用无字真经让唐朝二次派人来取 燃灯发现其危险性 果然叫停 咱还是不要增加难度了 赶紧推进辅教才是根本 最后 如来听从了燃灯建议 改成了传遗藏之术的有字真经 原定的是三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